兩位得獎嘛,我們總是要剝削他們一下 除了沒有機會看到他們輸的 要請他們把那個書裡面最精彩的部分跟大家講一下 不過最重要我是希望說從這個兩位輸的這個內容裡面 能夠投射到台灣整個產業發展的一些過去的事情 尤其是未來,比如說今天 我稍微講一下這個整個產業經濟的研究 在學術界我自己圖到的文獻 大概在1980年之前 或者一個80中期之前吧 就是台灣跟韓國的這兩個所謂後進國家 追趕型的產業的發展 彼此都是世界的典範 這裡有幾本比較重要的著作 包括這個Alice Armstrong 寫的韓國的歷史 那台灣的部分我覺得應該是那個 Rubber Way寫這個應該是最著名的 那Rubber Way這本書是出版在1990年 所以他cover歷史應該就是到80年 台灣80年的後期 這段講的基本上是台灣的產業 怎麼樣去學習 那政府怎麼樣去誘導 然後讓他慢慢的技術 能夠跟上先進國家的水準 那我覺得區老師他們這個最大的貢獻是在講 1980年中期以後一直到2000年 因為書是2003出版 2003 所以我猜大概cover那時候研究的時候 這個兩位教授的研究的時候 有時候在台北我們一起聊天吃飯 所以那段時間我覺得後面的西方文獻就比較少探討 所以他們這個書很重要就是補充了這一塊 就是80年中期到2000年之後這個台灣產業發展的進程 那從這個所謂剛剛講的後勁追趕者優勢的一個觀點 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學術上的貢獻是很大的 那我自己讀了一份書 我很幸運因為他們寫的書很快就送我一本 所以我是最早那個拜讀者之一 那我非常仔細的讀 那其實我是有點疑惑 所以今天趁這個機會問 就是說裡面講的故事 就是說兩位好像發現台灣的產業發展 就是到了一個追趕期結束以後的發展進程 跟美國的產業發展好像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把規模擴大了 就是一個up scale裡面的過程 企業規模擴大 企業規模擴大以後 他就得到類似熊屁流講的那些大企業的利益 大企業他有研發的優勢 然後他可以創新 然後他裡面有這個生產的效率 尤其他談到台灣的企業在80年中期以後的快速的國際化 需要scale 講到scale能夠得到這個資訊的優勢 所以裡面很多的規模 就是企業規模 那我們也確實觀察到 從80年中期以後 台灣有幾個很大型的企業規模擴大的企業 包括台積電在裡面 或是台大電的規模也是一樣 那我一直以後是這個大就夠了嘛 等一下請教老師講的就是這一塊 那這一塊大的問題在2000年之後 是不是有不同的觀感 尤其是 那我覺得王老師這一塊就是非常補充的 剛剛我覺得他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台灣本來是一個重要的企業回組的一個企業體系嘛 雖然大企業出現了 但是我們的大企業也沒有像韓國或其他那麼大 然後我們的小企業還是非常多 還是非常多 所以這裡面的優勢顯然 還有一些部分可能不是光scale可以詮釋的 所以剛剛講這個網路的效應 要怎樣突破創新的障礙 師傅在王老師的書裡面也看到 我們的創新是有一些障礙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這個障礙到底是什麼 那是不是就請兩位 請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首先我想說 先回應一下程老師的問題 其實 您的界定我覺得是蠻精確的 就是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1980年代開始到 到我們書出版2003年 那一段時間台灣的產業升級 然後從這個經驗裡面 歸納出這些教訓這些故事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全球就是動得越來越快 就是到了2003年之後 到現在又13年 那發生了很多事情 你要怎麼樣應應 那是不是需要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 就像我們探討的 競爭性資產 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政策 那答案一定是yes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的研究以及我個人的研究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台灣在過去 最近不是那麼成功 在過去成功的時候 成功的要點之一 就是產業政策必須與時俱進 這與時俱進就是包括我剛講的所有的方面 就是你用的工具 你設計的方式 你不用 原來用這個國營企業 後來不用了 用工業院衍生公司把它裝扮成不是了 就是與時俱進 那成功呢 就是這個改變 是能夠適應新的環境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19年來 台灣的投資不足 很重要的一個是 我們比較少看到 產業政策能夠去推動新的領域 那也比較少看到能夠去設計出 推出比較與時俱進 適應不同新環境的 剛我講的這個競爭性資產啊 怎麼樣的不同的組織啊 不同的政策做法啊這些 所以我覺得與時俱進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是成功的關鍵 當然你新的設計必須要能夠成功 那剛剛陳老師問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與先進國家的差異 那我覺得我們在書裡面其實是有的 我想陳老師的這個是這個引導性問題 要我來把這個部分說一下 我覺得到了2000年還是還是清楚的 就是說那個還是一個代工的模式 只是說是一個很成功的代工的模式 它還是一個中間的階段 意思就是說你代工者的 你很難把自己永遠界定為一個代工者 那這個 所以先行者跟後期者是不一樣的 首先他們的這個競爭性資產是不一樣的 先行者的這個競爭性資產就是 就是 knowledge based assets 就是譬如說 IBM 它永遠是做電腦 它不會像這個廣達或什麼 它就從這裡跳到那裡 然後這個做不同的不同的代工產品 那所以這些先行者 它都是做尖端的在世界前沿的最創新的這個研發 那如果你還是代工者的話 那我們主要看它的研發比例就會知道說 這個它是還是把自己定位為代工者呢 還是還是要想要脫離這個代工者的角色 要進入到創新者的角色的話 那我們看它連發比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這個指標 那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的高科技產業 這個比例比較高的還是比較少的 但並不是沒有 那我想這個在座的台達電的董事長 我想有非常好的經驗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競爭性資產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產商結構 就是跟這個競爭性資產有關 先行者就是專業分工 它不會亂化 專業分工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不會去搞房地產啊什麼這些 也不會隨便的跨越 那但是後期者的話它以代工為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以這種製造業代工 然後可以跨越 比較接近的可以做到的這個代工 全球化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關於後來的發展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歸納出來 就是後期者跟先進者就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基本上還是一個代工 那但是到了2000年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挑戰已經出來了 那你怎麼辦 那我2009年在Research Policy有寫了一篇就是台灣 台灣的升級是不是可以靠做品牌 那我指出了幾種可能 就是在路徑依賴下有幾種可能 就是一個是走原路 然後是這個盡量做精緻一點 還有一種就是跨業 跨小產業 就是像從計算機到筆電到手機這種 它其實是跨產業 但是是在製造上有類似之處 這是另外一種 但是因為跨品 製料作品還是一種斷裂式的 不同的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 所以需要很大的決心 那我覺得與這個配合其實很重要的 有一個背景就是產業政策 我們大致來講的話 到了1990年代初 這個我們的比較大型的產業政策 就到一段落 從90年代初期之後 我們就缺乏了推動比較大型 一個就推出一個新的領域 新的產業領域 比如說像IC IC製造就帶出了IC設計 然後一整個配套 像台積電聯華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開啟了台灣IC產業的一個重大的產業政策 我們會講說這個平台轉換或者是各種 就是當這個產業 當企業的能力累積的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政府所做的當然不需要像初期的 要做的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就設定方向要拓展新的領域 這個工作我覺得是不可或缺的 我覺得這十多年來 就在拓展新領域上可能政府不需要做的那麼多 但是在協調上去推新的領域 我覺得這個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那我覺得在為什麼這十多年來 投資的意願越來越低 那我覺得是跟這個有很大的關係 那 那 再掙一點時間 沒有 剛才 陳老師提到這個 問王老師的關於中小企業跟網路 那我也順便回應一下 因為 我也還沒有時間回應這個王老師的說話 我作為研究者當然非常高興就是有像王正環 這樣子重要的研究者 他來回應你的成果 然後說有什麼樣的不足 可以有什麼樣的補充 那我講這個是最大的康會門 所以我在這裡要謝謝他 並且能夠率領學生這樣子十多年來 不斷的做非常紮實的這個個案研究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經濟學界非常缺乏 非常少人做的 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因為我覺得 那樣子的個案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我們要去歸納出什麼樣比較廣泛性的理論 你如果沒有一些代表性的個案的話 你就缺乏基礎 但是我想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回答一下這個關於網路 那這個王老師在他的著作裡面指出說 就是我們這本書裡面 太把這個網路的這個作用太小了 那我覺得這個對話 就是答案是yes or no 就是因為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有一個對話的對象 因為就是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要修正這個傳統的理論 然後就不重視這個後進發展 還有就是就是一般認為台灣好像發展是靠網路 靠中小企業 那我們就是要對這樣子的一般的印象做一個對話 所以做一個修正 那並且要對 就是說我們當然承認說網路非常是台灣的特色 就是這個製造業的網路 什麼就像最近的這個新的Gogoro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來台灣 就是台灣的製造網 製造網路啊 製造業的這個expertise有這麼大的累積 可以幫他製造出這個東西 prototype的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然這個不可能否認台灣的這樣一個製造業 非常dense network 是我們的製造能力的一個基礎 我們的特點 我們的優勢 但是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跟那個說台灣是靠 靠網路 好像網路自己有一個生命 那我們主要是對這個對話做出修正 就是說網路不會有自己的生命 你必須要有帶頭者 你必須要有這個國家工研院 以及這個大的企業 這個合力把這個尖端技術從國外引進 然後去進一步發展 然後你在做這個的時候 大企業當然就帶領小的企業跟網路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是比較強調這個網路 是要被帶領的 而不是說網路不存在 那同樣也是我們對於這個中小企業的這個角色的一種回應 就是因為我們是我們是針對這樣流行的說法 就好像我們是靠網路靠中小企業 而不是靠國家產業政策 靠這個大企業的這個領導作用 那我想這個是一種糾正吧 那這個王老師在做進一步的修正 那我也接受 但是我這個前面的前面的背景 你一定要有余儀保留 那我想我就先說到這兒 非常謝謝非常精彩 我們今年第一屆獎 就是一位是經濟學家 一位是社會學家 所以我想這個獎項當初大概本來就是設想 我們必須是一個跨領域的 所以也非常我們今天這個場合一定要能好好對話一下 我們經濟學家經常是跟社會學家吵架 很多意見的不同觀點 不只是產業政治而已 社會政治情況之類 謝謝主持人 還有那個 我終於聽到許安文的回應 哈哈哈哈 那個我想 其實 就是說 我從念博士生開始 其實我念的是發展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其實是關心後勤國家 只是不像發展經濟學 因為發展經濟學要搞模特兒 可是發展社會學基本上是從 從案例來看為什麼 後勤國家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進展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台灣的話 你就看到 因為我過去在東海 東海旁邊有一大堆中小企業 特別是工具機 那所以我一開始做產業研究的時候 是做工具機 那我因為住在東海宿舍 然後旁邊 我們後面就是一堆 台中工業區的中小企業 也沒到快過年尾牙的時候 就吵死 因為他們在那邊做尾牙 相關的廠商都會來吃尾牙 非常吵鬧 那你就看到他綿密的 所有網紅 剛才我去做了一些訪談 就看到他們 那SMS的起家的第一個研究 空氣機 對 就在台中 那因為我在台中 所以就看到那個部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而且 那個包括 空氣機看到很多師徒 後來這個小工廠 事實上是說他學徒 那就這樣帶出來了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看到非常重要 那當然就在做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看到台灣的 積極發展過程裡面 就跟剛剛學友說說的 事實上就是一步帶一步 從最早的統治業 然後到後來的石化業 事實上政府看到我們 就是說比較利益 然後在比較利益的情況之下 什麼樣子對台灣的產業的連結 帶動那個 就是 整個 那個產業的升級 那到後來1980年代的電子業 那當然到了現在是想要有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生物科技 不過 我覺得前面的階段很清楚 就是 政府官員很重要的去看到的 產業的那個方向 然後投入的資源 用不同的政策來 方向來帶領 那這是 那個 我書裡面所說的 那可是另一方面 我特別強調因為我看到的中產企業 所以這個 後進的網絡就很重要 可是它的 它的 快速也出現就是 在創新上面資源是不夠的 人力也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的介入就很重要 包括工業也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可是到了今天 我們就看到很多中產企業是越來越大 只是它不像南韓那麼大 那所以它投入研發 其實它的投入研發的能量 實際上是在改進 它現有的知識的技術 我們看到就是 我那個書裡面所講的 快速追趕 那不是做最先進的 最先進大概 沒有足夠的資源 大概很難 那我特別要講一下那個 又剛剛講的那個新領域 的部分 新領域的部分 政府看到最近這幾年 真的是沒有 太多推動新的東西 包括我們 像我非常親別 台大電行 那個新能源的 那個事實上是 永續發展 非常沒有重要的東西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政府 投入太多的 不是資源 是政策 你怎麼 事實上政策可能比資源還重要 那可是我們這個部分沒有 所以我們這個產業就會很辛苦 那另一方面 從1990年代開始 政府事實上是想要投入 更多的資源 在做生物科技 生物資藥 可是這個部分當然是比較困難 所以比較困難 因為它非常前沿 可是另一方面 它的那個 那個 就是說 你的生產鏈很長 你光是藥研發就要十幾年 然後你要真正做出來 更久 然後我們還沒有能力去做 Marketing 你藥做出來不一定要用 台灣人自己 自己都喜歡吃外國的藥 還不錯吃自己的藥 所以Marketing更難 所以 我在做研究的過程 你就發現到 就是說 我們整個台灣的 那個製藥業的整個產值加強 跟那個Pfizer 全世界巨大的 都不能比 要用什麼方式來投入 但我覺得政府關愛 知識上也會去想到 到底用什麼方式 來做比較好 在產業政策裡面 大家看到 Best Practice 就是 什麼樣子的那種 做法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再看到 新進國家的資產這一塊 基本上大家投入很多資源 在研發機構 在大學裡面 因為同樣的 這些東西它能夠轉助去 它中間有一段距離 那後面的接下去的東西 可能叫 美國是大型資料廠 台灣的問題在 我們 投入了那麼多資源 事實上現在有點像科技政策 不太像產業政策 這給大學跟研發機構去做 可是事實上沒有辦法帶動產業 好 那 所以台灣現在基礎 我們投入了那麼多資源 去做生物資料 生物科技的公司 然後從研業也好 台大也好 但是它事實上 轉不出去 所以你做出去之後 不會衝到就業 產業關聯度非常非常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說從我過去的研究到現在 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創造的 你講要投入那麼多資源 我們沒辦法創造就業 這是一個問題 在半導體 IC電腦也好 它創造了很多的就業 然後帶動產子 可是我們生物資料的性質 跟半導體是很不同 你做出來不一定能夠生產 你還不能生產之後 你不一定能夠賣 那這個我們就去往後面 就像剛剛講的中小企業 它知道 就產業鏈沒有連起來的 那我們半導體跟那個 電腦是連起來的 可是生物資料是沒有連起來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國家投入了資金 可是呢 你能夠製造的就業 很少 那能夠產出的產值 更少 那這個就是假如 我們要再用過去的那個做法 那能夠合適 那假如從產業觀念度 創造就業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們要創造新領域 可是即使是創造新領域 可能要看到這些 對整個的社會經濟 產生影響很大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 本政府觀點 碰到的問題會很大 事實上我覺得 我們從這些過去的 這些發展經驗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碰到的障礙 大概會滿大的 大概就是這些 我先回應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再問追問兩個問題 讓他們再發揮一下 然後 也是我心中想問的 接下來我們就開放現場 我想今天好多先進 我跟他在場 不只學界 我們產業界的 我可以可以借這個機會 請教練和教授 第一個問題就是剛剛講的 產業政策 我們在這個地方 紀念這個 先這個孫運軒院長 當然就是我們最煩人的 就是他過去 對我們這個產業所做的貢獻 我們今天看到了台灣的 兩位所討論的這些 大多數產業 都可以說是孫運軒的遺產 那我有前一陣子在政府裡面做事 我常常聽到的 官員的一句話是說 就算孫運軒今天在他也沒有辦法 好這是我這個 在政府裡面聽到 第一種說法 官員們的reaction 有時候實在不一樣 然後 經濟學界 有些朋友就說 台灣的經濟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了 不需要 什麼泰國政府做什麼事 應該讓 市場來發揮 那我到產業界跟產業界朋友聊天 產業界朋友就一定會抱怨說 現在這是什麼政府 什麼政策都沒有 就表示產業界是 你期待 政府有一點政策 政府到底應該做什麼 政府可以做什麼政策 我們請一下 薛老師幫你政府 是我覺得 以台灣這個環境 就是 政府當然 被要求要做什麼 被期待要做什麼 那這個 這個期待不只是來自於 廠商 你說廠商是不是不講進 太依賴 或怎麼樣 這個部分 我想這互動的 互動的模式 當然有它的 這個路徑依賴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看 即使先進入美國 美國的 美國的國家 的 科技政策 是 是在 它的產業政策 就是先進產業發展中 扮演了高度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看 最近也出了好幾本書 就像 那個 烏群元教授的老師 出了 那個 就是出了一本 The State of Innovation 他就把美國 美國 中國 國家政策對於 IC產業 對於資料產業 電子產業 各種 圍繞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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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的Internet都是由美國國家的國防計劃所推動的 美國的生計產業也圍繞著NIH的Grant 它的政策在推倒美國生計產業的方向 所以新的產業必須要有政府來幫助界定方向 當然你這個界定方向有失敗的不成功的可能 但是你不做的話 你新領域的拓載就會非常的緩慢 遇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想經濟學家比較相信自由思想的話 他們講的是一種失敗的風險 但是我們會比較要強調的是 你不做的話就是不成長的風險 那就是我們再以美國為例的話 就是任何新的這個產業出來 美國的政府也會高度參與著過程 設定發展的方向 以及這個遊戲規則 產品的標準 這個競爭方式的界定等等 一大堆的工作 所以怎麼可能國家不參與這個過程呢 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我們以先進入美國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過去一二十年 王政函做了很多跟南韓的比較 其實我們只要不需要做太多研究 我們跟南韓做一些非常簡單的比較 我們都可以發現南韓比較成功的 譬如說像文創產業以及其他 都是政府高度介入的 那在那個譬如說文創產業 政府台灣就沒有進行這樣的干預 或者說小小的干預多半都失敗了 所以我想台灣跟南韓的比較 其實都是蠻有用的 因為我們十足就處在相同的發展階段 那我們看過去這一二十年 南韓在很多新的產業領域裡面 有比台灣更多的進展 譬如說像新能源 它就制定一些政策 一些框架 什麼這個充電站 新能源政策 什麼方向 政策的補貼或不補貼 什麼 那 就是你可以干預 有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向 但是我是覺得 就是這個全球競爭的環境是殘酷的 你不做的話 我們就往後走 那這個 同時我覺得我們這些年來 就看到一個非常 清楚的一個後果 就是我們的投資不足 我們每年 淨投資的成長幾乎是零 在過去這十年 我們淨投資的成長幾乎是零 那我們更 裡面包含了更多的問題 比如說台積電是這個 就是大概幾家大廠包含了我們這個 總投資的很高的一個比例 大概六七七八成這樣子 那即使像台積電這樣的一個投資大貨 它所買的機器設備主要都是進口的 所以在這個方面跟國內的帶動的這個關聯 又更弱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只要看我們投資的疲弱 就連結到說我們 它顯現出我們廠商覺得沒有新的投資機會 非常保守 然後一保守就不願意掌薪資 那不願意掌薪資呢 大家作為消費者 各種行為也去保守 所以我們就進入一個 就進入一個比較惡性的循環 我想這兩天不是有我們的曾明中跟我們的12A總裁的辯論 好像也牽涉到一個這個 就是我覺得好像也牽涉到 我們是要有一個往上一個比較成長的樂觀的 好像有新產業出現 那大家願意投資願意掌薪資 然後這個大家也因此有一種樂觀的反應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家會想要看到的一個 一個樂觀的正面的循環 但是我們現在是現在一個保守的悲觀的循環 那這個循環 對不起 真的還是要政府來做一些事情 只是說這個政府 政府現在政治是很困難 所以可能需要各方面的 我們也幫忙製造一下輿論吧 怎麼樣去突破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悲觀的惡性的保守的一個循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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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又回應這個網間 可以 好 我想這個高級王秋華人講的那個 是讓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市場是會失靈的 政府也可能會失靈 假如 可是問題假如沒有政府 我們要有新的 大概就會很困難 那我覺得台灣就是 最近這些年來 我們對全球新的事物的反應真的很慢 那我們講新能源也好 永續發展也好 那個氣候變遷也好 我們就是沒有看到台灣 去那麼積極的去面對戰政策上面 那另外我覺得就是 剛剛講到跟南韓比較 事實上你假如是從影視產業 你看我們今天打開電視都是南韓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看到事實上 那個南韓政府事實上是有介入 只是說假如跟台灣比較 我們現在就是怎麼介入而已 過去是我們有一個政府官員 然後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可是現在大概也不太可能 問題在於你要怎麼去建立一個新的 那個作為的方式 那剛剛就像我們講的美國的例子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用的 包括網路啦生物科技 其實都是美國政府推的 所以很多人說美國沒有產業政策 大概是有 只是他把科技政策跟產業政策是連在一起 他是隱而不見 剛才講的那個lock 他講美國是hidden的 developmental state 是一個隱藏性的發展型國家 也就是他是透過了科技政策引導 然後我們要建立太空帶 我們要建立健康產業 所以事實上把錢 事實上就投入了國家級 或是政府所支持的這些研究動機 然後帶動性的東西 那當然我覺得台灣跟美國 或是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就是說他有先進的廠商 你做出來的時候 這個廠商就是接下去 那台灣就是中間就缺這個東西 你做出來你就只好就沒有了 然後其實做出來 台灣自己廠商也不要用 就我們最先進的東西 大概自己廠商也不太用 所以這個就後進國家碰到的一個問題 但是不論如何我覺得就是 你政府沒有產業政策的引導 大概很難到新的產業去 那我覺得現在台灣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多東西會跟進入產業 會在那邊 然後這裡會陷入政治的困境裡面 包括我們叫石化 大家很知道 石化業產業管理至少兩三兆以上 可是你現在台灣就是說 我再繼續發展石化 我覺得是會有點困難 因為這也涉及到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氣候面前的問題 然後那個環境的一些議題 所以假如我們的思維 是用舊的思維就是說 我們既有的產業要保護起來 然後再去繼續推動 我覺得你在台灣現在的環境 事實上是困難的 可是我們必須撞到一個論述 就是台灣要往前走 你需要新的思維 你要去面對新的東西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政府的產業政策裡面 去往這方面去規劃 那我們現在碰到很多問題 大概常常會說 我要在舊的思維 舊的產業裡面去打掃 我覺得這個現階段 我覺得在正式上會困難 可是新的我覺得 假如是跟面對未來的一些新的產業 那個我覺得 政府還是必須要去解錄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就開放現場 跟各位來賓 有沒有什麼要請教兩位的 或者是投票意見來 不好意思 那個風格也很棒 那個剛剛聽幾位先進學習很多 我都想從那個 剛剛主持人講的 就是思維研究今天在的話 也不能做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很 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為什麼 那當然 剛剛另外一句很重要 應該與世俱進嗎 我覺得我們的 現在大家講還是需要政策 可是政策 政策的形成 政策 跟40年前跟20年前 要有什麼不一樣 那現在我們 就是說 利害關係人太多了 所以 另外所有利害關係人 他們所看到的 所理解的現實 真實世界 我覺得也是有差別的 那我覺得像 其實我很希望劉博士 也能夠參與討論 他看到的那些線索 其實是在傳統商管學院 或是經濟 氣色衛系 不太care 就說不把它當作是 事實的一部分 那是有創新 而且他還碰到的問題 也很實際 那那個可能會突破一些 比生物科技 我們投資那麼多 然後還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對最後造成的就業 其實那是很有限的嘛 所以 當40、50年前 他們在做政策的時候 可能一般民間的資訊 知識不是那麼多 那個也沒太多能量 那剛好高瞻孕組 或者是 有各種機運 他們的看法 那他也比較沒有那麼多雜音 在做就做了 那現在雜音很多 然後我們的 policy population的process 也 就是我覺得都沒有女子激進 還有你在形成過程中 應該找誰來參與 有多knowledge mode 或者是 這些不同的step mode來參與 我覺得是可能是 那個 新思維應該是 在 產官學員 尤其在政策的形成 我覺得是 是關鍵 如果這個沒有突破 大家我想還在一起抵達的眼睛之後 這個要幫忙 那個 這個要幫忙 那個 看一下 老師,請你考慮一下 看法 好,謝謝老師 那個,我都還沒點名 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但是我試著從 我在這個安全氣囊這個產業 看到一些現況 做一些思考跟推敲 對,台灣的汽車安全 氣囊的這個產業 最早回縮到中科院的軍事技術的遺狀 那這個因為安全氣囊裡面爆炸 這個火藥以及相關的Sensor、電子 這方面都跟我們的導彈相關的飛彈 還有導彈相關的系統 這方面的知識有高度的關聯性 所以這個技術是從這個軍事科技 由中科院作為去推動 這個技術的計轉到民間 那 在整個這個技術演進的過程裡面 我們台灣的廠商 這如剛才許多老師提到了 規模不大 所以相對應來說 它能夠 它能夠 運用內需市場的這個帶動相關的貨益 然後再投注到研發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們的發展的PASS的那個方式是 那既然國內的一來是內需市場不夠大 二來是內需的整個機車產業也不是一個自主的產業 所以就往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還有中東地區 去推他們的這個安全氣囊的相關的產品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自己在這個產業裡面學到很多他們面臨到的困境是說 我們的國家往往政府覺得說 我可以一開始幫你 給你一些技術上的引導 然後提供一些政策上的資源 那好像就就此結束了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個產業政策最重要 假如它能夠Reviable的話 是要有一個整體性的 這一種相關的連連續性的政策來做鋪陳 就比如說 過去台灣也在推所謂的共用引擎計畫滑行 那這個交通部 然後行政院的開發基金 也投入了相當多的資源在裡面 可是最後參與的車廠 大家都不歡而上 因為這些車廠他們開發出來的引擎 沒有辦法裝在自己的組裝的汽車上面 因為每個車廠背後都有個補償 最後這個產業之間又有形成一些抱怨 因為這個最後變成獨厚了像玉龍這樣的車廠 因為滑行最後是讓玉龍給買走了 可是在這個研發過程裡面 國家投注金錢 然後其他的車廠也有投注在其中 像山陽汽車 安全性能也是相同的模式 就是政府也是創造了一個平台 要讓大家能夠再參與 能夠參與去發展這個產業 可是也沒有 可是二方面沒有顧慮到說 台灣是不是有一個可以自我自主的 做決定的汽車產業 好像沒有 所以這些汽車廠 他們必須往外自己去拓展 拓展這個新興的市場 那二方面 二方面也像剛才王老師提到了 其實我們國內的廠商對先進 對先端自己做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什麼信心 包括像安全氣囊就是 我們現在國內其實有一家自主的 完全可以自主的國產車廠 可是對他們來說 安全氣囊裡面最關鍵的零組件 叫做充氣器 其實台灣的車廠 那一家國產車廠 他也不太敢用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東西 如果一旦發生問題的話 好像不是台灣的廠商 在能力範圍以內 就能夠承擔你相關的賠償 相關的責任 所以總而言之 總之我應該歸結到 就是說國家就成如剛才許老師所說 國家其實一直都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只是說我們是要什麼樣的方式參與其中 那我自己在這個安全氣囊產業 看到的那個創新的模式 有網絡在其中 因為這些廠商他們不是單打褲子 他們會成群結隊的去攻克 這個東南亞市場 中東的市場 甚至中國的市場 那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還是會很希望說 這一個取之於國家 用國家的資源所研發出來的技術 能夠落實在自己的內需消費市場裡面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說 在這個政策引導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一個整體宏觀的配套 能夠讓點連接成線 然後再擴充成一個整體的面 這是我也許沒有辦法回答老師 但是我剛才提下的一些回應 謝謝 謝謝 而且我去比對過就是相關的撞擊層的那個規範是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對於站在國家的國家官僚的角度會認為說這個是市場去決定的 因為我們的標準既然跟歐盟是一模一樣的 為什麼歐洲的車子是6顆安全性 那就是他們的市場有需求 那為什麼台灣就是2顆就可以了 是因為消費者不需要 他覺得不需要 所以把它訴諸為是一種市場的邏輯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同樣這些廠商他們在別的市場是用6顆嗎 對 是他6顆到8顆現在就是程度叫standard equipment 你買車這個東西一定要有 對 是 好 我們是不是再一位那個萬老 好 後面那一位我們希望看看時間幫你們結束 你就先兩位 剛才聽到各位的演講我收益很多啊 所以我去的20多年了 在這個地方還很有興趣 尤其剛才主席講的那句話 在西藏的網頁講 就是現在也無能無力啊 就是不服載民一個配偶之子 無能之子 孫益興主持的科技化的網頁 第一期 第二期 現在有沒有了 沒有了 第一期 第二期比較一下 第一期 比起有進步 在一時期進行啊 剛才你講的那個西藏 如果是李國鼎 孫益興在的話 他就了解 他會了解到 不是消費者不需要 就是不知啊 兩個其他 八個其他安全性 就不同啊 他一定會有一個政策出來 我說剛才崔玲老師想 需要有一個新產的政策 另外一個一個整合的政策 每個商人有整合的政策 這太重要了 因為郭北廠商這些發展沒有問題 那他整合的政策 他不可能捕為一種 有一個整合的政策 這不就這樣他就拿出來 所以就這樣剛剛就想 我相信 就慣了不服載 要服載的嗎 給人民的安全 他跟民主一刀嘛 八個兩個有不同嗎 是一樣的嗎 不服載的嘛 就是孫行在新產 就是政治方面 他們沒有辦法克服 但在經濟方面 基督方面 我要他有能力 要不讓你進入成績 辛苦耶 不是老闆 好 謝謝 但後面那位也來請 我們就最後一個多點 曲老師 黃老師 陳老師好 三位老闆 老師都是我非常尊敬 也曾經教過我 或是指導過老師 那我想要請教兩位老師的是 剛才曲老師跟黃老師 都有提到政府積極參與 產業政策的重要性 那曲老師也提到說 新的產業非常難發展 在沒有政府的積極參與之下 所以我很好奇說 老師的觀察 就是有沒有觀察到 現在有什麼表情的 產業是值得政府 或者是值得學界 業界 更多給予關注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就最後幾兩位老師 跟別人要回答一下 是 我想這個問題 具體問題總是最難的 那 我剛已經講了 就是做最簡單 就是我們去看看南韓 對 因為怎麼講呢 就風險比較低 南韓已經做了 然後他在譬如說 新能源這個產業方面 他們已經做了些什麼 然後有什麼樣的成果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我覺得 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 有一些推大了 或怎麼樣 可能有一些比較困難 那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參照南韓的情況 然後選一些可能 從爭議性會比較小的 這個來做 那這是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我是覺得 一種平衡 我覺得最近看到 就Gogoro的Case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我非常想看到的 一種發展 就是他利用 因為我們這個製造業 就是剛剛王正航一直強調 就是我想陳老師也非常同意 就是我們的製造業的網絡 是我們製造業的這個最重要的資產 那我們往下 當然要做一些不同的新的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講比較利益嘛 我們當然是要利用 我們這樣 我們既有的資產 那我覺得Gogoro就是他有一個很 我覺得是很 很代表性 他就是利用這個職 利用這個 然後有這個 從矽谷回來的這麼高端的人才 做一個做一個什麼樣 但他可能需要一些 譬如說新能源或什麼樣的方面的 這個政策的配合 我們還沒有看到 那 就是我們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那我就覺得這個比較利益 就是我們 我們的本錢是什麼 我們既有的基礎是什麼 我們能夠把它做什麼樣 新的願用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則 而不是說在這麼 這個全球這麼競爭激烈下 我們就隨便想說 我們要做這個做那個 我想是沒有用的 全新的沒有基礎的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不反對它的發生 但是不太能夠成為政策的依據 另外一個就是 比例平衡的問題 所以我還會覺得說 我們的製造業的這個基礎 是我們的這個優勢 也就是說 我會覺得這個產業 我們可以發展 但是要給它一個位置 它不可能那麼重要 因為它就是一個科學家的產業 它所能夠製造的就業 它高度的 它具有很高的風險 很高的不確定性 同時它所創造的就業量一定是非常少的 並且它所能夠牽引出來的相關產業也是有限的 這個不是台灣能不能做的問題 而是by nature 這個 因為我們研究產業 就是每個產業 它都有產業特性 那生技產業的特性就是 它是一個科學家的產業 所以雖然說 因為它跟好像它可以救人 或者是可以治療病 所以可以吸引很多的注意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它的產業特性的話 我們還是必須說 它可以發展 但一定要給它一個位置 那不是不能夠去給它太大的寄望 因為就是我剛講的 它各種的效能一定是有限的 即使你成功 更何況你可能不那麼成功 那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樣一個比例問題 那我就覺得這個製造業的部分還是最重要的 我基本上很同意那個區老師的開發 我最後忘了講一個 我們這個政治的困難 我們不說我想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兩岸政策 讓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整體的方向 就是我們未來的願景 這個是我們 就是我們在幾十年以前都會講說我們的願景是什麼 然後我們整體的說 然後各種小 大大小小的計畫 計畫就會fall into places這樣 那現在如果我們不面對兩岸 然後沒有辦法去說我們要怎麼樣一個 相對於大陸怎麼樣一個定位 然後去才能 我們不做這個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有願景 沒有願景 我們沒有辦法有產業政策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大的困難 那我們只能希望未來有一點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政治過程 對於就是各種的問題 所以我會就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從一些比較 就是要南韓已經做過的 或者是爭議比較小的左手 因為我們這個政治過程 確實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比上補充 謝謝 其實我剛剛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你背後進國家 其實 因為我們講 後進國家的追趕過程裡面 其實它背後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nationalism 就是這個民族主義 我要追趕上西方 我要追趕上先進國家 背後那個氣 然後背後那個人 那是講不出來 那個政策研究不出來 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 你假如我們回溯我們這些 很重要的政府官員 那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 回溯是個國家 我要追趕上先進國家 背欺負了100年 我要追趕上 那可是台灣最近這幾年 這個東西不見 而且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那我們剛才各個 各個廠商其實很積極 就現在只能從廠商的角度來看 就現在只能從廠商的角度來看 我要追趕上其他廠商 其實因為趙東馬老師 我們最近他最近出了 有關紡織業的 做了很多紡織業的那個 像那個如虹啊 那個巨羊啊 其實全世界最好的 那個運動衣 都是台灣做的 最好的原料 那他們只能在他的企業裡面 用這種東西追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國家政策 可是你現在國家政策 南韓是有國家政策 我們現在輸入那麼多南韓成衣對不對 然後南韓東大門變成全世界 現在大家就看了一個地方 那當然一定有政府 那所以這些 其實還包括隱私產業 那個都有政府的角色在那邊 再回到講大陸好了 你去大陸現在 那電子商務 台灣不知道落後人家多久 那台灣會沒有技術嗎 我們的IC做那麼好 我們的廠商那麼多 我們怎麼可能 電子商務這麼落後呢 那這個是電子商務 可以創造多少就業 我們現在最大 台灣的最大問題 年輕人最大的部分是什麼 他長不到工作 然後這裡面太多跟電子商務 事實上這些都會變 因為他是小的 可以創造小的一些東西都可以 那我想這些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東西啦 就是說過去我們覺得大陸 落後我們都很多 可是你現在去大陸看 他把現有的那個 那個網路的技術什麼 因為他沒有什麼限制 所以他 他就創造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反而這包括在網路 那個電子商務 我們事實上 這些都落後人家很多 我覺得其實蠻多的啦 隨便舉一個例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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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不是我們董導 我們就到這裡來結束 好 那今天這個 在孫民黨隊紀念館 兩位 第一屆得獎人 再一次的表示恭喜 非常感謝他們 跟我們分享 這個書裡面的一些 精彩的一屆例行 還有我們對現在的這個 目前我們所持團結的一些感想 感谢大家的参与 这是我们再次顾掌两位 三位的参与 谢谢 谢谢陈天君教授 以及两位得奖人 为我们做的这个对谈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让我们这个颁奖年龄 能够顺利圆满的完成